我想找一個朋友上來,幫我做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一位就行了,做一個簡單的遊戲 如果你沒有人,我就指一個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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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點掌聲這個朋友,來,好聰明 握手,來 OK,好了,OK的,我想問問你,怎麼稱呼? 叫Jason Jason,你剛才說自己握手,好嗎? OK的,如果再好一點呢 我剛才示範一個,我再示範一個,重新再示範那個 我們怎麼可以親切一點呢? 笑,你笑給大家看 他有沒有笑到? 你再笑一點,大一點 還可以怎麼笑呢? 笑不夠,那怎麼辦呢? 我叫你好,那你有沒有叫你好? 大家聽不到吧,那你再示範一次吧 你好啊,Jason 看到那個分別了吧? 你好啊,我叫Jason 那就多了一點點東西了 但如果有個對手已經是這樣了,那你要再給他好一點,那怎麼辦? 再給他好一點,那怎麼辦? 我示範一次,你看好嗎? 明白嗎? 明白嗎?那再好一點可以怎樣? 再親切一點可以怎樣? 明白了嗎? 明白嗎? OK,謝謝大家 解釋給大家知道 其實五個字解釋了 即是要再深一點,其實是六個字 就是人有六感的,知道嗎? 六感 第六感,我通常是不教的 因為第六靈感,那些女人是比較厲害 是不是? 你究竟是不是同樣的時間? 怎麼猜到呢? 所以我不教第六感 只教五感,五感是什麼? 五感是什麼? 視覺,聽覺,那些東西 五味大挑戰就是這樣 即是說,視聽臭味足就衡量了我們怎樣接收這個世界 我們跟這個世界怎樣交往,也都決定了人的高低 明白了嗎?同行握手,我講過最低層次,最肉酸那些 給半隻人喔,骨慘慘喔,手動動喔 還有一些 那你跟他握手好像強姦了一樣,那你的感覺是不是很差呢? 那這些是不好的,所以,我們第一件事要記住 有沒有視覺呀?有沒有看過人呀?明白了 聽歌,我叫人做什麼,我怎樣稱呼他呢?明白了 那抽歌,有沒有用呀?有 剛才那個沒有顯示出來,譬如你剛剛去完跑步,抽風崩 那你不叫他洗個澡才給我握手,是嗎?明白了 好了,又例如你現在喝完咖啡,你要很親切的對我 那你是不是應該先握一下口呢?明白了嗎?OK 到了觸覺了,即是吃味覺的沒有了,是嗎?握手我們沒有味覺的 除非你吃一口而已,到觸覺了 觸覺,什麼人才會觸覺好一點? 一,firm的,有力的,你給半隻人就不好 還有,那些手動動的怎樣? 不是,你拆得多暖呀,有個暖彈,這樣 你冬天的時候,哇,挺威猛的,明白了嗎? 追女仔也厲害一點,明明的道理 就不用四十五度的,明白嗎? 即是不用四十五度握,即是你的手暖就可以了 那你說,喂,那人人已經是一隻手握了,那怎樣? 你兩隻手握,那別人已經是兩隻手握了,那你拍拍肩頭 那你再擁抱一下,就是這麼簡單的,明白了嗎? 所以任何東西是有一個一個層次去分的 問題只是我們想,還是不想的 明白道理嗎? 這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容易些明白 即是說,所有東西是有方式去學的 雲啊... 知道祈í非雲啊! 攻城